深夜时分男子偶然发现 眼前的鸟笼里放着一个少女的头颅 少女样貌看起来只有13岁左右 但其实已经活了947年了 因为她是个不死者 所以想请男子帮个忙 那就是希望对方能杀死自己 作为回礼她会帮男子延长将死的寿命 这是场公平的交易 男子名叫真打金青 是个妖鬼杀手 在这个妖鬼共存的时代里 占据优势方的人类将妖鬼带上舞台 与同是怪物的妖鬼杀手相互厮杀 以供人们获得扭曲的刺激感 可金青在舞台上有多强大 下了舞台就有多卑微 妖鬼痛恨她 人类蔑视她 人类和妖鬼她不属于任何一方 但金青根本无所谓 只要她不停地使用这妖鬼之力 离死亡的距离就会不断缩短 到时她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这一天金青如往常一样下班 却发现有个女人在她的房间里鬼鬼重重 定眼一看才发现是个手拿鸟笼身穿女扑装的女人 金青出于好奇伸手抓向鸟笼 没想女子反应特别大 放下鸟笼就掏出一把刺枪 颇有一言不合就要开枪的架势 金青见此直接甩出拖鞋 等女子反应过来的时候 枪管里已经被倒入了啤酒 女子见此直接拉开距离 改枪为刀 可就算女子伸手再怎么了得 依旧不是金青的对手 女子直接被按倒在地动弹不得 这时传出了和解的声音 但金青发现女子嘴巴并没有在动 她认为应该是富裕之类的东西 随后女子起身拿起了鸟笼 她直言金青的寿命已经所剩无几了 并且一眼便看穿了金青的本质 原来金青是半人半鬼的鬼人 有人对她做实验将大量的鬼塞进她的体内 就算是这样残暴的手段 金青也还保有理智 可随着她不断地在舞台上使用这股力量 被鬼吞噬也是早晚的事情 听到这些后金青的态度变了 凡事无所谓的她起了敌意 可对面却表示不用惊慌 她有延续金青寿命的办法 这次是来做交易的 随后她说出了自己的诉求 少女自称叫轮堂鸭叶 身后的女子是她的随从禁止 因为自己半年前惨遭杀害 凶手将她的身体带走了 鬼本可以让怪物的再生能力失效 从而杀死对方 但凶手只拥有一半鬼的力量 导致现在保留了性命 还只剩下一颗脑袋 因此鸭叶怀疑对方也是个鬼人 可凶手当时裹得很严实 他只看到背后的首领 是个主着拐杖的老头 而且还是个外国人 现如今禁止受了重伤 自己又只剩下颗脑袋 根本不可能拿回身体 所以只剩下脑袋 又活了这么久的鸭叶 想着干脆一死为快 而与只占一半鬼的鬼人不同 金青身体鬼的浓度远超于人 如果是金青的话 应该能杀死自己 然而得知了缘由后 金青却拒绝了这笔交易 难道他自己不想活吗 其实不然 金青在得知自己寿命不长后 一直有个目的 他故意让团长捡刀带回来 就是要将这个舞台发扬光大 然后等到有一天 他在舞台上被鬼吞噬 聚集在身边的一定就是那些 卑贱扭曲的客人 以及拿那些人做生意的团长等人 那到时陪他下地狱的 就是这帮卑贱之人 金青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纠正下社会的风气 但就在刚刚他改变主意了 因为他发现带走鸭叶身体的 和将他变成鬼人的是同一个人 一个拐杖上刻着M的老头 那既然有着共同的敌人 为什么不换个方式合作 金青提议让鸭叶延续他的寿命 他将作为鸭叶的身躯 追踪他们共同的敌人 而这一计划 也离不开鸭叶聪慧的头脑和情报 于是两人在这一刻达成了协议 去欧洲找寻他们共同的敌人 这是金青问起延长寿命的办法 鸭叶告诉对方不死者的细胞 具有很强的抵抗力 只要将它吃进体内 便能强化作为人内一部分的免疫力 但是为了保持优雅 最好还是从鼻涕唾液 眼泪里选一个 于是 男人打猎回来正准备前往仓库放枪 脚边却踢到了什么东西 怎么回事 男人发觉不对劲当即进入仓库查看 却发现地上放着一个沾满吸血鬼血迹的银桩 男人意识到这是他们一族的血液 他明白家里出事了 于是立马召集来家里的成员 二儿子一直在自己身边 大儿子也闻声赶来 随后人类管家也赶到现场 得知小女儿和女仆在一起 那便只剩下自己的妻子了 男人意识到不妙 连忙往妻子的房间跑去 来到门前后 他让其他人不要进去 自己则缓缓地走了进去 耳边时不时还传来小女儿和女仆的歌声 死者是戈达尔勋剧的妻子汉娜 他们是签订了不吸血条约的吸血鬼一族 属于是人类亲和派 因为不能吸人血 所以靠打猎为生 而戈达尔发现汉娜尸体前 便是和二儿子外出打猎 回来后便发现了这些罕见的吸血鬼被杀案件 这件事情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响动 记者纷纷前来围观 身为人类亲和派的吸血鬼出事 比起单纯的杀人案 明显更像是在挑拨两族的立场 然而警察对这件事情并不伤心 宣称一直在调查中 为此戈达尔特地请了私家侦探 号称专门调查怪物案件的鸟笼使者 于是傍晚时分 一辆颠簸的马车停在了戈达尔城堡的外面 下车的赫然是金钦和静距 以及一个被白布盖住的鸟笼 他们来欧洲已经有些时日 在侦探领域也算小有名气 见到戈达尔后 金钦还是一如既往的卑微自我介绍 他坦言自己只是学徒 侦探则是自己的师父鸭叶 听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女生 戈达尔以为身后的禁具就是鸭叶 然而当禁具随同管家拿走行李后 戈达尔才发现不对劲 那鸭叶究竟是谁又在哪里 得知戈达尔对他们的身份调查的不这么彻底 鸭叶也就不卖关子了 众人很是震惊鸭叶的情况 但对于二儿子询问的 为何剩个头还活着的问题时 鸭叶则表示因为没有死 所以还活着的完美逻辑论 成功让众人吃了瘪 不等他们继续好奇鸭叶的情况 鸭叶则主动问起了这次案件的详情 原来城堡内除了死者汉娜还住着六个人 四个吸血鬼和两个人类仆从 分别是戈达尔自己以及两个儿子 和最小的女儿夏洛特 人类则是女仆和管家 汉娜由于喜欢修理就家具 所以房间总是有铁锤和木锤的敲击声 房间内墙上挂着的剑也都是真的 吸血鬼能复原所以并不担心武器 而且从照片可以看出 汉娜面容平静没有挣扎的迹象 似乎是趁着睡着从胸口一击毙命 戈达尔认为吸血鬼警惕性非常敏锐 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只可能是高级猎人 然而鸭叶却并没有接这话 他继续梳理着现场的线索 汉娜手脚并没有伤痕之类的东西 则说明圣水是在死后才洒上去的 而且奇怪的是为什么凶器都留在了现场 圣水的容器瓶口还有血迹残留 就在这时鸭叶画风一转 他知道这件凶器银桩 是戈达尔从猎人手里没收 自己放在仓库里的 因为吸血鬼直接接触圣水和银桩 会产生灼烧的效果 所以鸭叶想知道有 没有什么办法能隔绝这种伤害 比如戴手套或者拿布包裹 戈达尔虽然表示确实可以 但吸血鬼并不会这样做 因为他们靠近银桩和圣水 就会有天然的排斥 而且不小心碰到一点 就会灼伤一周才能复原 听完这些鸭叶似乎理清了什么 因为如果凶手真的是从外面来的 那这七个疑点就显得很奇怪 就是汉娜为什么没有醒来 而且特地选在吸血鬼力量 强大的晚上动手 第三则是犯人 为什么要将装有圣水的容器 留在现场 还有为什么知道仓库有银桩 甚至就连汉娜睡觉的时间都清楚 以及第五点为什么凶器银桩 还要再特地拔出来放回仓库 最后便是鸭叶最在意的第六点疑问 可正当鸭叶准备提问的时候 戈达尔小女儿夏洛特 却出现在了这里 金青因为没有手表示数字而伸出的舌头 整个动作因为过于滑稽 而吓得夏洛特哭着跑走了 在半夜吃午餐的时候 鸭叶询问起了案发当晚的情况 那天晚上众人也是12点准时在这里就餐 12点半就餐过后 汉娜照往常一样回房间午休 之后戈达尔与大儿子 在书房里讨论经营的问题 这个时候小女儿夏洛特也是在的 之后到了深夜一点 他们三人一起离开书房 那时候戈达尔来到仓库拿猎枪的时候 并没有异常 而发现汉娜死亡的时间是在一点半后 也就是说凶手很可能 是在一点到一点半的时间里作案的 而这个时间点二儿子看到 戈达尔要出门也就跟了上去 小女儿夏洛特因为无聊 也和女仆在洗衣房里唱歌 女仆在洗衣服期间 有上厕所离开了一两分钟 而二儿子也是在戈达尔走出仓库后的 一两分钟内才跟上的 但对于鸭叶的这点疑问 众人不解这么点时间怎么够杀人 而且在那之后城堡内并没有听到任何响动 除了戈达尔在森林深处开的三枪空枪 如果真要怀疑的话 也就只有管家和大儿子 因为两人在那段时间并没有不在场证明 一个在地下独自办公 一个在房间内看书 戈达尔也不相信凶手会在自己人里面 人类管家跟了他二十年了 就连仓库的钥匙都是他在保管 可见有多信任 大儿子克劳德也没有理由杀害自己的母亲才对 但鸭叶依旧坚持凶手 是外来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 夏洛特哭出了声响 随后便自己跑开了 他好像已经不是第一次打断谈话了 吃完午餐后 精轻询问鸭叶案件的进展怎么了 鸭叶却表示有两个矛盾点互相抵触 暂时还没有头绪 但随后鸭叶却叫禁具去监视那两名人类庸人 现阶段鸭叶似乎 对两名人类的嫌疑排在优先级 因为就现在的证据来说 二儿子和克劳德要杀害汉娜都很难 克劳德威胁了一番之后便离开了 对此精轻直言他就是凶手了 但鸭叶可不是感情用事的人 他发现克劳德的手很干净 不但如此 吃饭的时候所有吸血鬼的手都很干净 没有半点伤痕 所以鸭叶突然想去森林里找某样东西 疙瘩的带他们来到了这里 却说起了题外话 相传世上活着一个不死者 是世界上仅有一只的存在 外貌与人类无一却不会死也不会衰老 可却有一个天敌 那便是鬼 不过鬼虽然伤害很高 但防御缺弱得很 子弹和火药也能轻易杀死他们 而且最致命的鬼的智商堪忧 在人类肃清妖物计划里 鬼已经被肃清得差不多了 应该很难再找到完整形态的鬼了 可还不等哥达尔继续询问 远处却射了一柄细剑 直接射在了哥达尔的脖子上 但伤害显然不够 而此时森林里有个猎人正在疯狂逃命 他躲到树桩后面 拿起手枪准备反击 没想到哥达尔是从天上下来的 没过几招便被哥达尔按在了地上 哥达尔认定了这家伙就是杀害汉娜的凶手 毕竟这是他心里最能接受的答案 但鸭叶却不这么认为 猎人身上手边处留有没有 衣服里还要一张今天的火车票 怎么看都是今天才刚到这座城市的 提问后才得知这人是来替雨果报仇的 雨果便是之前袭击哥达尔的猎人 他的武器银桩才被哥达尔没收放在仓库里的 最后却变成了杀害汉娜的凶器 鸭叶询问雨果 为何这么自信赶来这里杀稀血鬼 猎人却回答他好像找了个帮手 其他的他并不清楚 见此鸭叶便放了对方 因为多亏了这个猎人 他们不必在森林里乱逛了 尽管哥达尔稍有怨言 但很快便没说什么 因为接下来鸭叶的话让他不得不重视 他叫哥达尔召集城堡里所有的人 凶手终于浮出水面 回到城堡的哥达尔将众人都叫到了一起 鸭叶根据之前提出的五个疑点 排除了杀害汉娜的凶手是外部人所为 可当时还有两个疑点没有说 其一便是声音 在死者汉娜的房间四周有着管家和克劳德在 如果要将银桩定入汉娜的胸口 理应会发出巨大的声响才对 然而他们却称什么都没有听到 这有四种可能 一种便是他们两个是共犯在撒谎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大可以串通不在场证明 而第二种可能则是案发时两人并不在房间内 也就是说案发时间并不是一点到一点半 可这点很快遭到了哥达尔否决 毕竟他在一点出门的时候才检查了仓库 这点压液并没有否决 然后则是第三种可能 也就是凶手在锤子和银桩之间放了某样东西 来避免发出声音 但从凶手留在现场的大衣上来看 可以看出血液并没有遮挡物的痕迹 这点可以完全排除 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 也就是说凶手是直接拿着银桩 靠着蛮力而不借助工具直接刺入汉娜的胸口 这样一来不论是谁都听不到声响 可话又说回来 明明汉娜很喜欢修理家具 就算她的房间内传出当当的声响 管家和克劳德也只会认为 那是汉娜在修理家具才对 凶手完全可以实施这种 杀人手段不露出马脚 凶器根本就不是放在仓库里的银桩 而是相同尺寸其他材料的桩子 然而这点却很难说服哥达尔 因为她亲眼看到了银桩上的血液 更何况吸血鬼岂是别的桩子能杀掉的 然而压烈并不急 她开始说起了最后一个疑点 那便是凶手特地留在现场的玻璃瓶 明明这种圣水的容器很容易就可以带走 但凶手却偏偏流了下来 而且金青当初拿起来擦了擦 发现污垢是在里面而不是表面 也就是说这个容器根本就没有装过圣水 是凶手留下来掩人耳目 让人误以为她撒了圣水 可奇怪的点却是 汉娜身上确实有被圣水泼洒的痕迹 那这有一种东西 就是由圣水冻结凝固而来的冰桩 凶手将冰桩带进城堡之后 来到了打盾的汉娜面前将冰桩刺入她的胸口 将她杀害 浸出来的血被凶手的大衣挡住留在了现场 之后高温将冰桩迅速融化 圣水浇灌在了汉娜的身上 然后凶手采集了汉娜的血液 在戈达尔检查仓库没有异样后 一点要离开仓库外出打猎时 将仓库的锁敲坏进入其中 然后将汉娜的血液倒在了银桩上面 制造出银桩才是凶器的假象 接着便只需要等戈达尔回来 看到现场的惨状便可以了 而凶手之所以要将杀人步骤弄得这般复杂 为的便是制造不在场证明 因为只要认定凶器是银桩 案发时间便只能戈达尔 检查完仓库后的半小时内作案 可如果凶器不是银桩 那作案时间便可以是午餐后的 十二点半到一点之间 而那段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的 反而是两名人类和二儿子拉乌尔 而其中女仆和拉乌尔在那段时间内 还有短暂的一两分钟空白时间 女仆是去上厕所 而拉乌尔则是戈达尔出门后的 一两分钟后才跟上的 这点时间完全够将汉娜的血液 撒到银桩上 可考虑到能躲过汉娜的感知 怎么看都更像是 然而拉乌尔却极力否定自己是凶手 他坦言银桩上面明明有手指的痕迹 吸血鬼怎么可能碰到 银桩手上还没有伤痕呢 可明明他的手干干净净的 对于手这点压液早就注意到了 吸血鬼碰到银桩会灼烧一周才能康复 这点毋庸置疑 可如果是直接切掉呢 吸血鬼的身体可是能复原的 打猎时他的手臂就喜欢插兜里 而回来发现尸体后 拉乌尔便直接回到房内 想必就是拿墙上的剑切掉了吧 眼见拉乌尔这么着急 金青直接将拉乌尔甩到外面 这一刻一直温顺的拉乌尔 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他坦言所有人都是胆小鬼 父亲是哥哥也是 只会对母亲言听计从 明明身为尊贵的吸血鬼 至高无上的存在 却甘愿和人类同流合污 所以他才设了这个局 他把鱼果骗到这里来 让他以为有能杀戈达尔的机会 却不知道这只是个陷阱 拉乌尔为的就是将银桩没收留在仓库里 然后他可以得到银桩的盒子去教堂接圣水 从而得到和银桩相同尺寸的冰桩 本以为伪装成凶手是外来人 便可以挑拨两族的立场 让父亲认清现实 可既然现在这样了 那也只能是杀掉这个阻碍自己前进的家了 然而拉乌尔似乎太高看自己的身份了 对于金青的出手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甚至他引以为傲的再生能力都失效了 然而与他的狼狈不同 金青已经进入了一人的角色 把这当成了妖鬼擂台 满嘴的看官请欣赏 以及要付费之类的话语 拉乌尔忍不了了 又是上前要金青好看 然而金青只是随意两下 对方又是倒地 这时金青告诉了对方一些有趣的事情 在世界展开肃清妖物的计划中 负责追杀逮捕妖物的部队 及时妖鬼杀手 而不巧的是 金青便是其中之一 所以对于拉乌尔口中的吸血鬼 强大且高贵 他并不能理解 高贵什么的出身卑微的他不懂 只是强大的话属实是谈不上 在戈达尔城堡解决吸血鬼 被杀案件后 离别之际 鸭叶询问起了戈达尔仇人的消息 是否见过一个年龄 七十来岁身材销售的男性 有一把拐杖 刻着一个M的字母 鸭叶只是随意打探下 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但戈达尔却直言这人曾经找过他 对方邀请戈达尔能跟随他前往伦敦 但戈达尔以自己有家人为由拒绝了他 来人并没有自报姓名 只是别人都称呼他为教授 于是得知了对方踪迹的鸭叶等人 出发前往伦敦 而这也将是鸭叶和福尔摩斯相遇的地点 今天的伦敦注定热闹非凡 怪盗罗宾携手歌剧院怪人艾瑞克 下达了将盗取福克家宅底黑钻石的预告信 那名为倒数第二个夜晚的无上至宝 于是享誉世界文明的侦探 都受到了福克的委托 而同样受到委托的鸭叶等人 现在却在拐杖店 表面是说来买拐杖的 实际是想要拿到这家顾客的名单 目的便是为了找到那位拐杖上标号为M的教授 可显然要拿到这种涉及顾客隐私的东西 就不能按常理出牌 于是几人拿着名单就逃跑 可才刚拐进小巷子里 迎面便撞上了两位男性 开口就是要他们归还名单 见此金青准备把鸟笼交给禁局动手 可正当双方将要开战时 却被巡逻的警员撞见 为了防范罗宾进来接到管理森严 于是几人便被考上马车准备送往警局 除了鸭叶和两名男性 车上还有一对双胞胎 两人正满嘴喊着冤枉 鸭叶这时反驳起了这对双胞胎 直言他们根本就是在撒谎 明明双手的手指关节处都发炎了 这是长期提众物的证明 怕不是在走私运送的什么 而这时一旁的男人却直言是陶瓷 这让一旁的警员察觉这两人似乎不简单 可也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报纸上福克刊登的新闻 原来眼前的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 以及他的助理华生 同时伴随着鸭叶的自我介绍 警员才明白这两人正是福克委托的侦探 当即调转马车前往福克宅邸 福克和管家30年前 创下了80天环游世界的壮举 伴随着记者小姐的目光 马车通过大门桥进入院内 这座桥是整栋别墅唯一的出入点 除了南边将被堵上的梁道外 之后众人都被松绑进入宅邸内部 除了刚到的金青等人 警部长已经等候多时 迎接他们的是福克的管家巴德 巴德介绍到大厅的北边方位 以及左右两边的东西方位 全部都是博物馆 这时真正的委托人福克也出面了 他认为事发突然 所以才邀请两位侦探相助 但对此福尔摩斯却表示多次一举 这不禁让鸭叶也有话说 在华生的提醒下 福尔摩斯问出了案件的情况 名为罗宾的怪盗给福克下达了 将在19日11点到11点半之间 收下他倒数第二个夜晚的黑宝石告示 同时保管宝石的保险柜也不能幸免 文言后福尔摩斯直接清点起了相关人员 包括保护宝石的警卫人员 一起目前一共108人 巴德却表示明天还有位警卫长将到来 同时还有劳河社会派遣两位代理人过来 说起劳河社怪盗罗宾并不陌生 劳河社是一家只有7人的保险公司 他们会按实力高低编排序号 成员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 罗宾就被排行第六地追过 而且听闻他们是坚信灭绝怪物主义的那群人 福克出于礼节想和对方握个手 没想到雷诺却直言会弄脏他的手套而拒绝 好在这时出来了的第七代理人黑妹 他抓起福克就是连连握手 借此来消除尴尬 然而雷诺依旧没有收敛 看到一旁的鸭叶和金青露出了不佳掩饰的厌恶 更是在之后得知 要前往地下查看宝石而拒绝合作 好在被黑妹阻拦 之后众人来到了地下 福克带领他们前来查看黑宝石 映入眼帘的是一扇庄严华丽的大门 有三个特质的探测所 要是分开管理 而且哪怕打开了也需要四个人才能推开它 进到里面的宝座上放置着 一个精密的纯银保险柜 随着福克繁琐的步骤打开后 才能看见那颗璀璨的黑宝石 不过让人不解的是这个昂贵的宝石 并不是天然的 是福克的德国有人在14世纪的废墟中得到 连同保险箱一起赠送给他的 而且他花了足足十年才打开 保险柜获得这颗宝石 上面还刻有一段文字 据说德国南部曾有个繁荣的矮人部落 可惜却被人狼给消灭了 为了将敌人的藏身处 留给后人报仇血恨的机会 因此利用精湛的技术打造了这两样物品 而保险柜之所以是纯银 也便是为了抵御人狼 这大概便是罗宾想要 占有这独一无二珍宝的原因 而这是福尔摩斯观察起了四周 除了一个连小孩子都很难通过的通风口 并没有别的出口 那大概会通过变装易容的手段潜伏进来了 但福尔摩斯还是点到为止 毕竟偷到的时间还没到 而另一边 鸭叶不知道是他苦苦追寻的教授等人 也盯上了这颗 倒数的第二个夜晚 今天晚上便是怪到罗宾 偷取福克黑宝石的时刻 于是白天闲暇无视的金青等人 便外出逛起了街 可却在公园边和一位大叔弄魂了鸟笼 等金青发现鸟笼里放的不是鸭叶石 他已经被吓得半死的大叔丢在了马路上 刚巧这时来了一辆马车 没想到下来的是之前有过一面之缘的双胞胎 这两个小偷顿时生出了要拐买鸭叶的想法 直接将他带走了 而另一边 此刻的福尔摩斯正在和另一个自己对峙 他没想到怪到罗宾 居然一来便伪装成了自己 但被揭穿的罗宾并不恼 他只是询问福尔摩斯这边的胜率是多少 傲慢的福尔摩斯表示无限接近百分百 毕竟密不透风的地下室 家间不可摧的保险柜 任谁也别想触碰宝石 然而罗宾却表示只要是锁边都能被打开 这便是所存在的意义 于是打好了照面的罗宾 便直接从窗户上跳了下去 早已在下方等候的艾瑞克驱车接住了他 罗宾直言行动很顺利 暗示的种子已经种下了 可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个女子 正是满大街找鸭叶的禁具 身为绅士的罗宾邀请了禁具上车一起找 但一旁的艾瑞克却稍有怨言 也就在这时 前方驶过了一辆马车 禁具立刻发现了鸭叶就在那辆车上 直接抢过方向盘便追了上去 而此时的金青已经找到了鸟笼 不过里面却是空的 可就在这时 路边冲过去了两辆马车 金青看到禁具的身影 立刻明白了什么 直接跳上屋檐追了上去 一边是地上奔驰的马车 一边是屋檐上飞檐走壁的金青 终于 金青直接拿下鸭叶的人头 而两个双胞胎也在禁具的眼神中落荒而逃 随后骑着自行车的记者小姐 和禁具都赶到鸭叶这边查看情况 鸭叶这时却注意到了一旁的两人 他一眼便看出了对方是罗宾 而同样的 看着对面那踢着鸟笼等人 罗宾也才明白 原来那便是轮堂鸭叶 是福克请来对付自己的侦探 双方一开始只是很礼貌地做着自我介绍 可知道金青直言自己是妖鬼杀手 罗宾不解那是什么 哪知道这话才刚说完 罗宾便动起了手 看看金青是否真的比自己厉害 于是踩着弹珠便直接滑了过去 没想到过了几招之后 罗宾完全不落于下风 正当金青准备动点真格时 罗宾出其不意的一记弹珠之拳 直接将金青打摊下 随后罗宾警告鸭叶 最好不要插手这次的案件便潇洒地离去 但鸭叶怎么可能会听 叫上金青就准备前往福克宅邸 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开始 而此时福克宅邸内福尔摩斯正在配枪 巴德之前说的另一个刑警也终于露面 可福尔摩斯一见面就是上手去拔胡子 毕竟这也是以防万一罗宾潜入 随后众人都来到了放有宝石的地下室 可唯独不见鸭叶等人 只是留下了一封信 表示他们负责地面上的戒备情况 福尔摩斯也觉得这样正好 要去地面监督 他受购了满是灰尘的地下 福尔摩斯在之前便分析过 他认为劳河社会接这个任务 比起保护宝石 怕不是想做渔翁之意拿走宝石 不过这个猜疑雷诺可不承认 随后地下的大门被关上 几位案件的核心成员围着保险柜落座 现在只需要等罗宾过来便是 突然城堡的护城河传来了一声巨响 而此时的城堡内正有一名男人 他一开了箱子看向了出风口 地下这时也听到了上面的消息 有人从北管入侵进城堡 而且丢失了一套警符 眼见距离罗宾说的11点期限 只剩下五分钟不到 福尔摩斯却发起了呆 紧接着便掏出了手枪 直接将三个门锁打坏 这样的话里面的人出不来 外面的人也进不去 只有等明天一早工匠来修才可以 既然罗宾表示他什么锁都能开 那便让锁不复存在就可以了 这简直是完美的对策 可就在临近11点时 地面却突然震动了起来 紧接着护城河的水边大量眩息而下 原来是塔底的外部被炸药炸开了 地下的通风口确实无法让人通行 但液体却能畅通无阻 福尔摩斯此刻也反应过来 自己中计了 福尔摩斯从护城河和塔的水位高度判断 水面最多在接近天花板的时候便会停下 他们只要游在最上面便可以 毕竟罗宾只是怪到他并不杀人 可长时间在水中浸泡身体机能也会出现问题 地上房间的牢和社两人听闻此消息 雷诺让黑妹前去相助 黑妹来到了大门前直接用特制的十字弓 连续在同一处位置射击 终于击穿大门将水排放了出来 可等众人落地后 放在王座上的保险柜却已经不见了 而此刻的时间正是罗宾宣示的11点30分 罗宾在众人的严防死守下 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这第一步福尔摩斯似乎败下了阵来 可在众人要从地下返回地面房间的时候 路过搭桥时福尔摩斯发现了不对劲 等回到壁炉旁边 福尔摩斯找刑警要了一副手口 然后反手就把刑警给烤了起来 之后便向大家宣布他已经抓到了罗宾 罗宾也很干脆 他不明白自己哪里露出了破绽 福尔摩斯并没有先回答这个问题 他反而说起了保险柜是怎么消失的 其实罗宾将护城河的水放进来 不单单是为了扰乱福尔摩斯等人的戒备 同时也是为了冲破出入口的铁丝网 然后将和地面相连的绳子放下来 之后再捆绑保险柜从通风口拉上去 而这个计划就必须地下室有人接应 在通过地下的搭桥时 福尔摩斯发现刑警脚步异常的轻 这和他的大肚子形成鲜明的矛盾 而之前罗宾故意乔装出现在他的面前 除了语言诱导让他降门打坏 还给他中下了只有眼睛和胡子乔装的错觉 但这一次福尔摩斯没有上当 其实钻石在白天的时候 福克便安排人送到了福尔摩斯的住处 不过碍于君子之约 福尔摩斯即便没把钻石放进保险柜里 也必定要放在罗宾触手可及的地方 也就是放在了华生大衣里的烟丝盒 然而华生却发现不见了 随着烟雾弹的出现 罗宾也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宅邸也彻底乱了手脚 到处寻找着罗宾的踪迹 毕竟他不可能这么快逃出这个庭院 而此时福克庭院的后花园里 艾瑞克和罗宾成功碰头 他打开了手中的烟丝盒 再加上纯银的保险柜 罗宾不禁沾沾自喜 也就在这时 在塔上的金青直冲而下 直接撞破了玻璃单手 便将鸭叶抢了过来 近距也从一旁走了出来 然而有过一面之缘的罗宾 却询问起了这个人头是谁 原来在之前的碰面中 罗宾从鸟笼识别出是鸭叶一行人 但他本能地以为那天拿鸟笼的记者小姐 才是轮堂鸭叶 反而是鸭叶意识到了罗宾这点 才让金青故意输给对方 从而让罗宾对他们产生 只是一群普通人的错觉而已 这也是罗宾此刻会吃亏的原因 不过优雅的罗宾并不胆怯 钻石还是在他手里 两对二还指不定谁赢呢 可话才刚说完 哪想艾瑞克已经独自逃之夭夭了 这让罗宾气得满脸通红 不过禁具也直接追了上去 然而这时有人离开却也有人来 劳和射的雷诺出现在了这里 可这时地面却震动了起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整个宅邸唯一的通行桥被炸塌了 来人手段残忍杀人不眨眼 正是教授等人 剩下的阿莱斯特和卡米拉负责阳攻 身后的士兵便将他们俩团团围住 只是随便几下士兵们便纷纷倒下 随后身为吸血鬼的卡米拉 便提出了和阿莱斯特兵分两路的想法 一个负责东管一个负责西管 而这时的后花园内 雷诺正追着金轻砍 眼见罗宾要逃走了 他又转变了目标 直接将罗宾踢到了门上 拿进威胁对方交出钻石 不过却是直接丢到了上方 没过一会儿 福尔摩斯便来到了这里 前面有五名男女闯进宅底大开杀戒 这让鸭叶意识到了什么 请求福尔摩斯能带上他一起去 可等福尔摩斯几人来到东莞后 才发现这里早已尸骸如山 华生想上前查看 没想到士兵直接燃起熊熊火焰 随后从黑暗中走出了一名男子 阿莱斯特对于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 自然是认识 反倒是只剩下个人头的鸭叶 让他想到什么 华生不解阿莱斯特是怎么让士兵燃烧的 对方却表示是魔法 这句话让福尔摩斯想到了个人 一个自称是魔术与命理学的研究家 因为多次举行残忍的仪式而广为人知 但阿莱斯特却表示那都是过往 不等福尔摩斯多问 他便表示得杀了两位 福尔摩斯通过针头 发现针上面有麻痹毒药 而且阿莱斯特两手的拇指比一般人灵活 也就是说他看起来很神奇的招式 全部都只是靠手法完成的小把戏而已 这话让阿莱斯特有些不高兴了 魔术师的秘密怎么能让你们知道呢 这下必须得杀了 而在另一边 警部长正用手枪攻击着卡米拉 然而身为吸血鬼的他并没有什么大碍 正当警部长要隐恨当场时 出现在这里的禁具 一脚便踢飞了卡米拉 禁具是在找艾瑞克的 可他不知道现在的艾瑞克 已经被黑妹给盯上了 自己稀里糊涂便找到了这里 可询问了两句之后 发现两人都不知多艾瑞克在哪里 禁具便要告辞离开接着寻找 却被卡米拉拦下了 踢了自己一脚就要跑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甚至卡米拉还故意出言威胁压液 这一瞬间让两位女子火药味十足 而此刻的钻石三人组 还在月光下拼死拼火地争夺着钻石 随着三人组大打出手争夺钻石 导致钻石掉到教堂里 这时罗宾向倒在地上的金青发起合作 先解决掉牢合社的雷诺再说 于是金青没有选择权地变成了诱饵 雷诺这时走进了教堂 嘴上还在抱怨钻石上全是口水得消毒 可下一秒随着地面的震动 雷诺便被罗宾推出来的酒柜砸扁了 可不等金青和罗宾表示合作愉快 下一秒便有两人从天花板掉了下来 来人正是艾瑞克和黑妹 两人之前便在楼上的仓库里战斗 结果两败俱伤掉到了这里 听到动静的雷诺 直接举起了压在身上的酒柜 吩咐黑妹去将钻石拿过来 只见一道身影冲破玻璃而来 一跃便来到了钻石旁 血红色的威压让众人在这一瞬间 忘记了对方已经拿走钻石了 等雷诺反应过来时 不等黑妹做出行动 杰克已经前一步来到她的面前 仅仅只是一击 黑妹便被大卸八块 雷诺剑词想上前帮忙 却反手便被拍在了墙上生死未卜 一旁的罗宾当机立断撤退 他明白自己无法从 那种怪物手上抢过钻石 于是带着艾瑞克便逃之夭夭 杰克拿着这颗钻石在路灯下欣赏着 身后的金青正不慌不忙地做着自我介绍 等杰克也报上姓名后 他才甩出了手中的箭 两位鬼人的战斗在此刻打响了 金青虽然失了点小伎俩 但依旧没能伤到对方 于是金青便脱下了外套 准备动点真格 可看着这一模样的金青 却让杰克有些眼熟 而在另一边 福尔摩斯和华生正在和阿莱斯特战斗 用的是普世无华的手枪 这不禁让阿莱斯特表示扫兴 一点神秘感都没有 但福尔摩斯哪管这些 他现在连子弹都用完了 只能是想办法用体术解决了 这时一直挂机的人头开口了 阿莱斯特询问对方的组织 为何要拿钻石 阿莱斯特也毫不避讳 直言他们在寻找人狼的线索 因为他们在收集怪物 甚至得知阿莱斯特身体是被人抢走的 阿莱斯特竟还直言就在他们根据地理 正当华生想从背后包夹 这时墙壁轰的一声 出现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 福尔摩斯一眼便看出了对方 毕竟当初是他亲手将这人推入深渊 一位名为莫里亚蒂的原犯罪组织头领 通过两人的交谈 福尔摩斯才明白 原来鸭叶的身体是被对方拿走的 那是对方珍贵的样品 他可不打算归还给鸭叶 这时华生不解都过去八年了 为何莫里亚蒂还要卷土重来建立犯罪组织 莫里亚蒂机缘巧合收了一个徒弟 为此拜托莫里亚蒂将怪物的力量融入他的体内 这想法让莫里亚蒂深受启发 而那个徒弟便是十一年前 在白教堂完成完美犯罪的人 也及时开堂守杰克 于是莫里亚蒂盯上了 鬼和不死者这两种怪物 他们的栖息地都在日本 之后他们前往日本 赶在肃清鬼之前弄到了几只 并将鬼的细胞移植 进入年轻人的体内做起了实验 实验体的皮肤上会浮现出沿着动脉分布 且颜色和鬼相同的斑纹 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也会一起发生改变 从而获得强大的力量 不过由于体内鬼的浓度过高 没过多久那些实验体便相继死亡 于是有了经验的莫里亚蒂 只对杰克实施比例均衡的移植手术 但这还没完 之后他们便将目标盯上了 唯一的不死者 也就是鸭叶 然而回去研究莫里亚蒂才知道 原来不死者也是改造而来的 对此鸭叶表示950年前 便有人对他做过手术 那是个超级大变态 但莫里亚蒂却对那人赞不绝口 不过不死者的细胞 依旧成功进入杰克的体内 让他拥有了极强的免疫力 这让不安定的鬼细胞安稳了下来 让杰克拥有了吸收别的怪物的条件 于是莫里亚蒂再次对吸血鬼下手 将他的细胞移植进入杰克的体内 让他获得了超强的五感和再生能力 甚至对银和圣水 甚至说是日光都完美免疫 而现在他们盯上了人狼 这也是他们一定要获得钻石的原因 所以哪怕惊青鬼的浓度比对方高很多 却依旧不是对手 杰克看着自己手上没愈合的伤口 判断出对方也是鬼人 这时杰克想起了一个逃跑的试验体九号 因为当时的头发还是黑色 所以没认出来 这话让金青也记起来了 杰克原来是当时的助手 因为头发变红了他也没认出来 杰克没想到鬼的浓度这么高 居然还活着 不远万里追到这边是准备报仇吗 杰克听完只是不屑地笑了 他转头便走了 并没有选择杀死金青 直言他浅薄的想法不值得他动手 而另一边卡米拉正准备侵犯着禁局 原来就在不久前 禁局和卡米拉开战 正面战斗禁局完全不属于卡米拉 可以说是单方面玩虐 但禁局并没有在意自己的身体 被对方的血液接触到了 之后莫名的身体便开始贪乱 身体欲望开始不受控制的涌出 原来卡米拉的身体生来便带有毒 只要接触到他身体的人都会麻痹贪乱 从而成为对方的俘虏 卡米拉很喜欢禁局的身体 所以并不打算直接喝血 可这时禁局直接抓起了吊在一旁的十字架 给了对方一击 这下卡米拉怒了 这样温柔的宠幸他还不满足 那只能是来点激烈的了 可就在这时 杰克发起的撤退信号也在天空炸开 莫里亚帝明白杰克得到钻石了 便宣布撤退 在离开的时候 他告诉了众人自己组织的名号 名叫叶叶 之后回到根据地后 莫里亚帝叫杰克拿出钻石来好好欣赏下 可等他往兜里摸过去才发现 钻石根本不在兜里 而另一边 除了罗宾通过护城河的水位下降逃出宅底外 剩下活着的几人在房间内会合 金青一脸小贼得逞般地从外套上拿出了钻石 他早早便把外套脱掉便是打着这个小聪明 福克没想到一个钻石会引发这么大的骚动 然而鸭叶这时已经破解了上面的暗号 只见几人来到了宅底的路灯旁 随着福尔摩斯对准路灯举起钻石 有元素便会在紫外线下产生红色的字眼 牙之森 这便是人狼所在地的线索 不过金青告诉鸭叶 之前杰克也已经这样高举路灯看过钻石了 估计也已经知道了 不久 鸭叶一行人来到了德国南部寻找人狼的线索 鸭叶在150年前见过人狼 人狼有三种形态 分别是人 狼 以及人狼的兽人形态 人狼在人形态下防御和人类无差别 但人狼形态却是连子弹都打不穿 身体各项能力都会大幅度上升 就在几人闲聊时 前方出现了一名医生 他好像在寻找某个失踪的女孩 看到金青等人不自觉地戒备了起来 可发现他们是侦探后 又立刻祈求金青等人能帮帮他们村子 医生说出了一年前发生的三起命案 不论是残忍的手段 还是三人尸体上统一的牙印 都说明了凶手是人狼 而且还是同一个作案的 然后就在昨天又一名 叫做爱丽丝的少女失踪了 当时他的父亲听到屋内的惨叫声 直接开枪破门而入 却只见到了一片狼藉 以及一个破窗而逃的现场 医生认为这个村子 有人狼伪装生活在这里 每隔四个月便会发疯袭击少女 因为这是有过先例的 在八年前就有一个人狼生活在这个村庄 但最后却被村民发现赶了出去 甚至将他逼上绝路一把火烧了 之后医生将鸭叶他们带到了教堂里 爱丽丝的父亲正在这里满心焦急 当得知所谓的侦探是个人头时 男子直接举起枪对准了鸭叶 失去女儿的他 此刻对怪物的敌意可以说是异常的深 但鸭叶却表示男子要是想找到凶手 最好的方式就是现在放下手中的枪 男子最后选择了妥协 将鸭叶等人带到了爱丽丝的画像旁 可以看出少女姿色甚好 却患有重病只能靠轮椅生活 之后几人再次来到爱丽丝的房间 只见床上有大量血迹 狼的脚印从烟囱内流出 整个房间杂乱不堪 而窗户更是从内向外被破坏 金青将头伸入烟囱查看 以这个烟囱口的大小 人狼变成狼是完全有条件潜入的 男子似乎也笃定了是人狼做的案 但鸭叶还是看了下金青的手掌 似乎并没有什么痕迹 为了再次确定 鸭叶让禁具爬到烟囱上面 看有没有狼的脚印 得知没有后又让禁具扔东西下来 之后鸭叶对比了下 房间痕迹和被害者上的牙印 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人所为 男子急切地想要知道 是哪个发疯的人狼所为 但目前鸭叶不敢说凶手不是人狼 可至少凶手绝对不疯 因为房间内床上明明有大量的血迹 但逃跑的路上却并没有 说明凶手运用了什么东西 将爱丽丝装走了 但房间内的东西却一样没手 而且像是故意将房间内弄乱 制造成发狂的假象一样 这明显是理性且周密的作案 这时在外的禁具 发现一旁的仓库所被敲坏了 原来在一年前男子 放在仓库里的猎枪子弹被偷走了 因为数量不多 他也就没有追究 更不会让他觉得和这次的案件有什么关系 之后鸭叶准备前去拜访下这里的村长 临走时男子询问他女儿 还有活的可能性吗 村长表示村庄像是个放饲料的箱子 从几百年前开始 人狼便会从瀑布下方爬上来 在村子里尽情地捕食 鸭叶询问瀑布地下是否住着人狼 村长才明白 这几个人一开始便是冲着人狼来的 但是下方是禁地 如果没有钥匙的话也是找不到人狼的 然而村长还是老顽固不肯开口 见此鸭叶提出了一个提议 只要自己在两天内揪出犯人 村长便告诉他们找到人狼的办法 见此村长只好答应了下来 而在另一边 一辆刚到的火车上 下来了两个身穿白衣的人 在白天 鸭叶询问村长是否认为凶手在村庄里 得到的答案却是否定 因为只有人狼的孩子才会是人狼 而这个村庄的大多数人都是土生土长的 除了三个外来人 也就是医生 还有一位济师 以及画家阿尔玛 人狼虽然不变身时和人类无疑 但他们的无感敏锐度却逸于常人 所以村长早就用 造乱的声响和百合花测试过三人 但他们都没有露出尾巴 所以村长认为这里并没有人狼 而且他知道人狼最厉害的便是血统 人狼会通过操控血统进行进化 他们会找寻彼此优秀的血统进行交合 从而诞生下更加强大的人狼 新一代的人狼甚至连银河圣水都不怕 而八年前的那位人狼便是已经不惧怕银 大约是在十三年前 济师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个怀孕的女人 她身体虚弱伤势严重 济师得知女人名叫罗塞 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由于当时村庄对外并没有什么戒备之心 济师便将罗塞带回了村庄 并在半年后生下了一个女儿 取名约特 罗塞在身为人类时是个美丽之性的女人 济师难免对她产生情愫 但还没等济师犯下男人该犯的错时 约特人狼的身份便被拆穿 而原因便是约特和爱丽丝长相居然一样 那天罗塞将正在摘花的 爱丽丝认成了自己的女儿 警告她在闻到浓郁花香的时候 不要露出耳朵 让爱丽丝明白了对方原来是人狼 之后更是拿着花 直接塞到了约特的鼻子前 让她原形毕露 之后便是母女俩被逼到塔里 一把火给烧了 精轻询问济师 他们母女真的死了吗 对此济师的答案非常肯定 因为她亲眼看到了一大一小兽人的尸骸 之后鸭叶来到了画家阿尔玛的家里询问 阿尔玛自称是五年前来村庄画瀑布 从而顺势住了下来 她家里世世代代代都是当画家的 亲属也拜托阿尔玛 帮遇害的三位女孩画了一项 对于鸭叶询问的犯人 阿尔玛认为不是人 而是狼 她直言自己偶尔会在清晨或者傍晚时 在森林里看到一条飞驰而过的金色狼 鸭叶不知道她说的这点是不是在撒谎 但从阿尔玛拿比的姿势可以断定 她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绘画 所以她刚刚在身世上面撒了慌 到了晚上鸭叶来到了医生这边了解情况 医生称那天她在回来的路上 路过了爱丽丝的家听到了悲鸣 但自己却无能为力 鸭叶那天发现爱丽丝的轮椅 后背拂手异常地干净 生活上似乎没人帮助她 鸭叶认为如果不是父母对她不上心 大概就是爱丽丝性格 比较偏执不愿被人帮助 对此医生也并不清楚 但爱丽丝每次出门都会有人跟着 只是大约在一年半以前 出门的时候爱丽丝弄丢了 好在傍晚时有惊无险地找到了 当时她的轮椅 陷在了河边的泥潭里动弹不得 而问她为什么要出来 她却表示自己想去阿尔玛家 聊天之际突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一声前去开门 没想到进来的却是牢和社的三号和四号 几人一见面便是大打出手 鸭叶不解对方怎么会知道他们在这里 三号则表示是福尔摩斯告知的 牢和社也在来找寻人狼和叶燕的下落 但她现在准备顺手将精卿他们干掉 不过鸭叶劝她最好不要这样做 因为只有她能破案 不然就算牢和社能拿到钥匙 没有村长的帮助也不可能找到人狼 对此三号虽然很不爽 但还是忍了下来 深夜要入睡时 近去看着鸭叶和精卿的治病过程 不免心生促意 可正当几人在房间内闲聊时 屋外却灯火通明 一群人围在了阿尔玛家外面 她似乎开始变得不正常 直言自己从一年前 开始便会莫名感到饥饿 所有人看起来都很好吃 之后更是称爱丽丝就是她吃掉的 然后便直接变成了人狼 一只金色狼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三号直接一发银蛋送了上去 没想到对方毫发无伤 这大概就是村长说的优良血统 于是金青直接提着鸭叶便追了上去 好在河边有禁聚在埋伏 总算是拦住了人狼 可金青和对方交手后 发现人狼的力量居然和自己不相上下 之后三号也前来助攻 禁聚也使出全力阻拦 但最终还是被人狼躲了过去 直接跑到鸭叶的笼子旁 然后直接把鸭叶抛了起来 失足掉落悬崖的女人从昏迷中醒来 却发现被另一个女人拥在怀里 身边同时还有一只狼 这时脸部被拉开 一位金发碧眼的少女出现叫醒了众人 人狼威拉一看到近距苏醒便心生胆怯 因为这个外来人很有可能是凶手 她想向村子里的男人们汇报 但却遭到金发少女诺拉的拒绝 一旁的卡雅便苏醒过来 紧接着威拉也从人狼形态化为人类形态 直到这时他们才说出缘由 原来近距从瀑布上游掉下来 在瀑布旁被诺拉发现便带到了这里 但因为近距全身都冻僵了 所以卡雅和威拉便给近距取暖 可虽说诺拉三人救下了近距 但毕竟这里是人狼的村庄 沃尔芬赫雷 这里是不允许有人类存在的 人狼和人类的关系可并不融洽 加上人狼无感超绝 所以诺拉他们也是不敢发出太大的动静 而且人狼村庄也发生了连续杀人案件 大概在一年前开始 而且案发都是在雨天 和瀑布上的人类村庄似乎如出一辙 村里的男性人狼们根据气味追踪搜查 但因为是雨天气味也被冲刷得一干二净 人狼这边现在的线索 只知道凶手拥有散弹枪 以及这个凶手擅长突袭 毕竟人狼只有在人类形态下才能被击杀 听完来龙去脉进去想帮助他们 只要自己的主人鸭叶来到这里 便能解决一切 但诺拉等人并不相信他 身为人狼能出手就人类已经够仁词了 诺拉希望禁具不要多管闲事 直接离开这里便好 可这里毕竟是人狼的大本营 又要怎么逃过 对此诺拉提议弄水消除禁具身上的气味 诺拉提议由他去诱骗 于是便由卡雅两人 将躲在干草里的禁具带出来 女性人狼到达13岁时便会成为巫女 之后便要回应村长 累计奶奶的召唤参加写制仪式 这是村子里的传统 而诺拉下周也将成为巫女 这时卡雅发现野兽帮出现在了前方 并没有像诺拉说的那样 将他们骗到西边的森林里 这意外让威拉和卡雅有点不知所措 但他们还是编着谎言准备混过去 可就在卡雅他们准备继续前行时 马车的轮胎却莫名地断掉了一脚 禁具的身影直接在众人面前暴露无遗 禁具第一时间便反应了过来 随后拿起个扫把当武器 可如今在这人狼的大本营里 就算禁具功夫如何了得 也终究是插翅难逃 很快便被团团包围住 这是从人群中走出来的老人 此人便是村长磊奇 磊奇见来人是个人类 二话不说便要让野兽帮宰了对方 这让一旁的威拉急了 直言禁具是诺拉救下来的 是想要问问禁具是从哪来的 也许是诺拉两个字让磊奇有了顾忌 便答应要探探禁具的线索 随后便在这里筑起了高台 只要禁具敢说一句假话 便会卸掉一根木头 只要高台掉落便宣判有罪 但如何判断禁具说没说谎 竟全部由磊奇判断 第一个问题是为何来到村子这边 禁具表示这是个意外 没想到直接就没了一根木头 接着第二个问题便是禁具是不是凶手 答案显然不是 但磊奇依旧又要下达拆木头的指令 这让一旁的威拉又急了 表示禁具带的是来服枪并不是散弹枪 所以他不是凶手 但这话没说还好 这一说众人便知道禁具居然还带枪 这下嫌疑更重了 正当众人商讨着禁具的罪行时 西边的森林深处却传来了一道枪声 等众人赶到这里的时候 竟发现是诺拉倒在了这里 这让磊奇不敢置信 似乎唯有诺拉倒下让他万万不能接受 野兽帮通过气味发现有人类血液的味道 凶手可能也受伤了 这让磊奇失去理智直言禁具就是凶手 但这不过是他们愤怒的胡闹而已 看着众人都悲痛不已 禁具斗胆上前观察 对此野兽帮并没有阻止 禁具发现诺拉四周并没有血迹 而且他本人的身体是湿的 衣服却是干的 禁具认为案发现场可能不是在这里 诺拉应该是在水里浸泡起来 刚穿上衣服便被偷袭 然后搬到这里来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野兽帮 应该是能从气味追踪到才对 而且禁具也发现树上有两发子弹的痕迹 可他们却只听到了一发声响 禁具毕竟不是鸭叶 他能发现这些问题 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 而此刻人狼也对禁具没了耐心 为了前去解救掉入瀑布下方的禁具 鸭叶得到了村长给予的线索 在日出的照耀下 找到隐藏在天边的牙齿森 金青通过宝石在破晓的照射下 得到了人狼村庄的线索 可当和牢和射两人一同前往墓地时 却被人造人维克托偷袭 直接掉入牙底 金青需要赶时间尽快前去救助禁具 维克托只想得到人狼村庄的线索 双方并没有爆发战斗 一番协调后金青交出了宝石来换取离开 在森林深处金青遇到了再次等候的威拉 在威拉的带领下 鸭叶终于见到了被关在牢房里的禁具 为了不为难威拉和卡雅 鸭叶并没有选择先放禁具出来 而是和金青前往森林收集证据 来到了遭受枪击的大树旁 鸭叶注意到了空地上有个凸起来的岩石 从空地上突然截断的血迹 以及之前人狼气味突然消失的原因来判断 鸭叶果然在这块岩石上 找到了一处密道通往底下 在密道里鸭叶发现了凶手作案的散弹枪 这竟然是爱丽丝父亲被偷走的那把 之后往前走还发现了一地的血迹 这里应该就是诺拉被枪击的地方 同时鸭叶还发现一旁有着被褥 墙上有着五天为一组的刻痕 这很明显是用来计算时间的 墙上记录的时间足足五百五十天 没过一会儿金青 居然又发现了画家阿玛的尸体 但从身上抓痕的血量来看 他并不是死在这 似乎所有的秘密都藏在这个密道底下 但却依旧不知道凶手是谁 从楼梯上来后 他们居然来到了被烧毁的塔这边 这条密道原来直通人狼和人类村庄两地 金青正在抖掉洞穴内沾上的飞蛾鳞粉时 医生正好出现在了这里 原来就在不久前 爱丽丝的尸体被发现 夫妻两人瘫坐在了地上 压夜不顾两人的情绪质问起了爱丽丝的事情 原来因为爱丽丝从小双腿残疾 被村里人视为累赘 八年前夫妻俩便准备 以摘花为借口将年仅四岁的爱丽丝丢弃 但母亲没想到爱丽丝 傍晚的时候便被约特带了回来 爱丽丝在这之间发现了 约特是人狼的秘密 为了体现自己是有价值的 他居然选择恩将仇报 将秘密告诉给了村长 从那以后爱丽丝便得到了村里守护神的荣耀 而约特母女俩却葬送在活海里 得到了现在所有的线索后 脑袋简单地精轻感觉这次的案件是真复杂 然而压夜却觉得挺简单易懂的 之后压夜两人通过密道返回人狼村庄时 却被躲在一旁的牢和社两人看到 知道了密道的存在 在威拉之走看守后 禁句也被救出 威拉的所作所为只是想知道凶手是谁 但这也让她的立场变得不妙 之后野兽帮文卫赶来 精轻迫不得已只能出面战斗 不知是精轻动真格了 还是这次找上她的三只人狼比较弱 精轻很快便一一解决 然而这只是人狼灾难的开端 不知何时牢和社两人 已经在人狼村子里大开杀戒 不但如此 他们甚至将瀑布上方的人类也带来 两族之间一直以来积累的怨念 在这一晚爆发 而与此同时 夜宴的维克托和阿莱斯特也纷纷加入战场 这一晚注定是要血流成河 在鸭叶的命令下 禁句找上了卡雅准备带她离开 可一进门却发现一幅春意荡漾的画面 就连卡雅也满脸潮红 而发生的这一切 都是和禁句有过一战之缘的卡米拉的杰作 同一时间 劳河社的四号也对上了维克托 但貌似身为人造人的维克托并不是四号的对手 就在四号准备扯下维克托的脑袋时 金青冒了出来直接帮维克托解围 随后在两人的配合下 四号成功被打趴下 原来金青是前来索要钻石的 同时为了感谢金青的相助 维克托告诉了金青雅叶身体的下落 就在伦敦的根据地理 而三号和阿莱斯特这边 两个远程射手的较量 起初以为是三号赢了 没想到在三号确认阿莱斯特伤势时 被暗算了一手 论狡诈还得是魔术师 而禁句这边 他遇上了之前的老对手卡米拉 禁句这次战斗很显然提防着卡米拉的毒 但卡米拉的毒其实有一个缺点 那便是中过一次的便会免疫 然而禁句并不相信 由于心理戒备过重 导致他被卡米拉找到了破绽 让那些中毒的女性们纠缠着禁句 但卡米拉并没有选择现在动手 而是直接了离开 夜夜的任务 只是要人狼的素材而已 这个任务并不难 而鸭叶这边 人狼和人类依旧在对峙 禁句高举着雅叶从中间走过 他将在此刻揭晓凶手的真面目 凶手不必再畏畏缩缩缩地躲藏了 主动现身的凶手便是人狼约特 原来就在一年半前 爱丽丝便被约特给顶替了 鸭叶早在一开始便从 爱丽丝房间的那扇窗看出来了 那扇窗无法让兽人通过 唯一的可能便是凶手 是以狼的形态跳出去的 但是没有携带东西的狼 怎么带走少女呢 然后再从房间的壁炉看出端倪 如果狼是真的从壁炉跳下来的话 四周应该会散落些许卢灰 然而金轻的手臂并没有 那便只有一种可能 人狼和爱丽丝是同一个身份 这场案件只是他在自导自演 之后鸭叶四处走访得知 有个人狼和爱丽丝长得一模一样 于是在那个时候 鸭叶便怀疑约特还活着 然后到了那天夜里 在人类村庄果不其然出现了一只人狼 那一颗鸭叶便确认人狼是假冒的爱丽丝 而不是画家阿尔玛 真正的阿尔玛 应该在当天鸭叶离开的时候便被杀了 当鸭叶得知人狼村庄也有人被杀害 名为诺拉的少女也在其中时 她在洞穴里找到了案发现场 明白了被害者是被凶手浸泡到谁里 给她穿上衣服后将其射杀 然后再搬到外面来的 这让鸭叶明白人狼村庄这边的凶手也不是人类 因为地下通行点燃没有必定会招来班额 身上会留有大量灵粉 但诺拉的尸体上并没有 要想不开灯在地下摸黑通行 那便只有靠人狼敏锐的耳朵和鼻子 鸭叶也因此得知两地的凶手都是同一个人狼所为 而且在洞穴里鸭叶发现了一个意外收获 地下有人为生活过的痕迹 墙壁上刻有延缓执行的文字以及日期 时间长达18个月之久 但奇怪的是 书写的位置都很低 直到金青的脚这么高 生活在这的人大概是站不起来 而在一年半前失踪脚还有残疾的也只有爱丽丝本人了 那个被枪杀的少女也不是诺拉 而是真正的爱丽丝 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狼村庄 这便名为诺拉的少女死后 很快便在人类的村庄发现爱丽丝的尸体 因为这是同一具尸体 只不过为了重复利用掩盖枪口 约特又在爱丽丝的身上再次撕咬了起来 也就是说一切从13年前 罗赛逃出人狼村庄开始 罗赛到达人类那边 诞生下约特以人类母女的身份生活着 但却遭到爱丽丝的被刺被人们发现人狼身份 从而导致命丧在活海中 罗赛利用自己的生命和塔里的狐狸 制造出无人生还的假象 但其实约特活了下来逃到了人狼这边 可约特无法喜欢上这个逼走母亲的娘家 人类和人狼她都痛恨 于是她在一年半前顶替了爱丽丝 并将对方囚禁在地下 利用人类和人狼日夜颠倒作息不同的漏洞 一人通过密道来回扮演诺拉和爱丽丝 在两地进行杀人制造两族矛盾 之后在人狼这边杀死真正的爱丽丝后 又将她的尸体挖出来重复利用 一切的计划都很完美 但却没想到会有个头颅侦探会来到村庄 于是约特只好转嫁给阿尔玛 但还是失败了 听着鸭叶的最终推理 约特直呼鸭叶厉害 然而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复仇 不过此刻他并不想多说什么 约特直接化身受人形态利用高台直接逃走 他准备离开这片是非之地了 可当得知约特他要离开时 身为村长的雷奇却希望约特不要走 哪怕是身为杀人犯也没有关系 只要他能留下来什么都不重要 然而约特已经前往洞穴了 不过鸭叶已经被金青在这等他了 约特希望金青能放他走 然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约特化身为狼直接吹灭了蜡烛 利用黑暗的优势对金青发起进攻 随着金青将约特打入水中 在他甩掉身上水字的破绽时 金青成功将他抓捕 之后鸭叶来到了约特的身边向他道歉 原来鸭叶猜错了动机 约特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复仇 而是为了帮人狼少女们 摆脱人为生育工具的下场 人狼一族对于孕育后带有着很强的执念 一旦满13岁便会成为巫女成为容器 所以临近13岁的约特也到了 杀害爱丽丝的时候了吧 听完这些后约特也选择认罪 但鸭叶却要放了他 身为一名侦探犯了错 那被犯人逃掉是理所当然的 鸭叶是这样说的 于是在最后约特并没有得到制裁 而是离开了这里 鸭叶三人离开洞穴后 金青对于此次鸭叶的破案效率产生了质疑 表示是不是故意拖时间 给予双方一些教训 鸭叶并没有反驳 随后金青看着这崖边 好像登山者一样大喊一声